怪兽等级最大 有些海克斯的出现就是为了告诉你 你这局该玩什么 有些人的出现就是为了告诉你 这世上不是所有人 都是人 追踪更多精彩内容 三连支持一下不迷路 今天就为了这口醋 咱们包上这么一顿饺子 怪兽等级最大 旧有怪兽 既然说到饺子 那就不得不提水扫 阵容我就不多说了 东皇张良安琪拉傻的 腰带钟馗开局 我最近赌AI已经赌魔诊了 在排库中 谁是AI我一眼就能认出来 开局第一个海克斯 彩色天赋开局 精英咱玩腻了 我就递了一下 最后拿下明智消费 众所周知 明智消费不明智 快速思考不思考 云顶王天使他不玩云顶 开局这牌来的呀 可以说是连败已成定局 好好啊真的好 他好就好再好你 谁家好人这种战绩 你哥俩再换一下就是绝赏 这套野怪才11块钱 好选利息都没吃到 得亏云顶不能拉鸡换啊 不然我还得冲点 玩个游戏 我还是个穷逼 你他妈照进现实是吧 我浑身奶肉 怪兽等级最大 战斗开始场上没有一个怪兽 怪兽就会获得额外75生命值 是不是感觉说的挺复杂的 没事啊 天使给你简化一下 拿完海克斯 我们直接辨证 好 四只怪兽已经有了 拿下一局之后 我们把中葵和女达摩也下了 就上怪兽 重复的咱也上 最后我们来到狼哥的阵容 是这样的 萝莉参 狼哥给了一堆工装 但我不太想玩阿尔卑斯 看最后的专军装来 你说我脾气不好 是我的错吗 就是你从哪看出来 我玩的是这哥仨的 我甚至羁绊只有怪兽 真就是我说我恶婚了 你到处穿我二婚了 你是真油盐不尽 你小时候被男公温雅摸过头吧 随便选嘛 反正都是金币 连上来要大选 大选我们拿个大桥 靠着这个阵容 我们连上 东黄环境回来 三星安齐拉 递到八人口 再上两张东火 怪兽等级最大 怪兽东黄 已经就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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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最后没打过机甲 属于是符合科幻片 怪兽是失败一方的设定 可以过审 但最后最好机甲和怪兽一起包个脚